大家好我是龙道 我们先看一个视频 这个视频呢是我在去给一个雇主调整家居装修雇局的时候拍的 它的阳台出去啊 正面的话它有一个天窗就是说两栋楼挨得很近 而且呢它有两层 大家注意看一下 就是前面有一个 然后呢最远处还有一个 两个呢都在一条线上 那么这种的话 它对于房屋的影响就能量的话 就相对来说比一种 它要强一些 因为它有个增强的作用 然后我们再看右边 右边这边过来的话 它有一个尖角也是充射过来的 那么下面我们就说一下 这两个问题该进行如何调整 第一个我们说一下这个对着我们的天窗 因为它是两层嘛 所以说我们就可以在窗户的两边摆放一对铜的麒麟 麒麟的话 它就可以起到一个挡的一个作用 然后呢我们在它的这个阳台 由于它这是一个公共区域啊 这个阳台 它是阳台很长的 从这个客厅到这个卧室这一块都是有一个公共的阳台 所以说我们可以对着的这个天窗的位置呢 摆放一个泰山石 然后呢做一些绿色植物的装饰 用来降低这一方面的影响 同时呢可以在窗户上面贴上红色的窗花 因为红色本来就是一个冲洗的颜色嘛 还可以降低这一方面的影响 我们这样一布置的话 第一个它能够降低天窗的问题 第二个呢也能够缓解侧面这个尖角对我们的一个影响 好的 今天的视频呢就讲到这里 感谢大家的观看 再见